佛陀的遺言 当我灭后 我的教义是你们的导师和导忍 佛陀涅槃前三个月 他对他的弟子们说 45年来 我已经向你们讲了很多教法 想必你们已经学得很好 并且懂得珍惜 你们必须羞辞他 和教化他人 这些将会对众生有利益 对随从你们的人有利益 我的年岁已老 所剩的生命已短 我将很快离开你们 你们必须精进 我答复说 阿难 难道争团还期望我些什么吗 我已经没有保留地宏化真理 而且讲到真理 佛法不是握在谁的手里面 阿难 可能你们之中 有人以为老师的话 就快说完了 我们再没有导师了 但是不要这样想 阿难 当我去后 我的教义 教界 就是你们的导师 佛陀进一步解释说 假使你们之中 有人自以为能够领导争团 或者说争团仰仗于他 这样 他就以为他应该给予争团教导 但是佛陀 不认为他应该领导争团 也都不认为争团仰仗于他 我来日无多 正如推动一辆破车 需要更大的努力 我的身体 要能够继续存在 也都必须要更多的额外照顾 所以阿难 你要做自己的灯 或者庇护所 不必另外去找 让真理做你的灯 或者庇护所 此外 就没有庇护所了 以上是大波涅槃经的话语 八十岁的时候 在他的生日那一天 他去世了 没有显示出 他有任何世间的超自然大力 他所显示的是 诸法因缘和合的真正本质 当佛陀正入涅槃 其中有一个弟子说道 一切生命皆要消逝 凡有生命的众生 都有因缘离散的一天 是的 即使如导师 是有无比能力的智者 各者 都要死去 佛陀林中说 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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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缘所生法 皆是无常 在这一刻 最后 正在窗户